今天是第133屆廣交會的第四天 根據統計 開展前兩天 廣交會儘管客流 累計已經超過了66萬人次 本屆廣交會新餐產企業 達到了9000多家 其中很多都是新面孔 來自杭州的吳斌就是其中之一 來看一看他的工作 大部分的人 現在還沒去掌管採掘店 那先這樣 大家把手機拿出來 咱們統一兌一下時間 現在是晚上8點01分 明天早上6點半統一下樓 早餐之後早一點出發 距離廣交會開幕還有十幾個小時 從杭州來的吳斌和同事們 在做最後的準備 這是他們第一次來參加廣交會 雖然準備了大半年 還是不免緊張 比較緊張 也希望通過這次展交會 把公司的我們的技術 產品 充分地展現出來 在整個全球的觀眾的面前 20多人的團隊統一著裝 首次廣交會之行 吳斌一點也不敢放鬆 這幾天 他們每天上午都會早早集合 前往展館 調試組趕緊把這個工位 都檢查一遍 設備所有的趕緊檢查一遍 撐著最後就5分鐘 好 開始 吳斌帶著他們公司的 漢街機器人來到廣交會 這兩年新能源車銷量大漲 他們用於漢街新能源車 零部件的機器人銷量 隨之翻翻 而吳斌對此並不滿足 這次來廣交會 他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要開闢海外市場 迅速地把國外的客商 我們的這種技術 傳遞給國外的客商 然後迅速地把國際市場打開 所以我們這個心情 還是比較迫切的 開展沒多久 外國客商們就圍滿了展台 很多人看了焊接過程的演示後 現場和吳斌他們談起了訂單 需要的產品尺寸規格 採購量大小 價格高低 每個細節都不放過 我們要這個 對 對 他希望是把這個 全部人都給他看起來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這個板的偏差會有多少 我們要了解他的參數 來之前 吳斌以為 此次廣交會對他們來說 展示大於成交 而現在他發現 像這樣有成交意向 甚至現場就要下訂單的 海外客戶非常多 每天 他們白天接待客戶談訂單 晚上給不同客戶出報價 做方案 吳斌想盡快把 有可能成交的每一筆訂單敲定 來之前真的沒想到 能夠這麼深度地跟我們聊 兩天時間 我們大概已經接待了 有100多家 國外的這種客商 然後印象比較大的 大概也有五六十家 吳斌和同事們忙得團團轉 有時一個人 要同時接待好幾批客人 對他們來說 這次廣交會 或許是打開海外市場的 第一把鑰匙